李希瑞,现在他已经29岁了,李希瑞出演了《爱情睡醒了》,这部电视剧是唐燕主演的,当时是讲述了当代年轻人的爱情故事。 唐燕当时在里面演技很不错,李希瑞在里面出演了一个配角,但靠着不错的身材还有长相,也获得了很大的关注。 李希瑞他本来是杨妮其家的艺人,但现在已经解约了,李希瑞长得很美,他的气质很好,特别是纤细的双腿,简直就是腿经本人。 他还说自己是一穿了爸爸的腿型,所以看上去双腿才那么好看,身材超好的,他穿搭起来更美,也更加时尚,李希瑞穿着黑白条纹长袖上衣,条纹设计非常显瘦。 衣服是比较宽松的款式,看上去很特别,这个衣服是C给家的,是比较简单的款式,看上去李希瑞真低调。 但是李希瑞没了杨妮棚,一双200块的鞋子快穿烂了,李希瑞穿着的是空微的白布鞋,价钱也不贵,这双鞋子感觉很旧了,也不知道李希瑞穿了多久。 网友表示,心疼,李希瑞背着白色白布包,增加了几分时尚感,搭配蓝色牛仔紧身裤,勾勒出完美的身材,戴着紫色太阳镜,看上去很时尚,搭配清爽的短发,看上去很休闲。 再看看其他穿搭,李希瑞穿着白色纱,网连衣裙,有点依次肩设计,秀出性感美肩,穿得肌肤白稀有光泽,看上去李希瑞的身材超级好,他肩短发超级美,李希瑞身穿黑色镂空连衣裙,镂空设计有点小性感,裙子转到大腿,秀出纤细修长的美腿, 搭配白色板鞋,增加了几分休闲,背着黑色腰包,增加了几分帅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